第二題 小華對於烤箱的功用感到好奇 於是請教老師 老師跟他說烤箱是運用電流的熱效應的原理 試問下列各項電器用品中 何則與烤箱的原理不同 那我們曉得烤麵包機 電鍋 電熱器 都是通電之後產生熱 來達到能夠烤東西煮東西加熱東西的目的 所以他們都是電流的熱效應 而瓦斯爐是採取化學變化 他點燃了我們的瓦天然氣 或者是液化石油氣 甲碗或者冰碗而產生熱能 所以瓦斯爐的原理是跟我們其他不同 所以第二題 我們說盒子的原理跟烤箱不同 我們答案選A瓦斯爐